球场中营作片 精彩赛事场先锋 大家好 博士球老师 在正能开始前 欢迎大家点赛 宁愿 谢谢大家 三连六千万 营西续与汤斗森 专论正式配方式 北京时间12月28日 NBA新赛季常队在西上盛三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关键比赛中 营西组场 一达20比一达 第一十五战胜长分 豪取两连胜的同时 暂时已17胜18负战绩 排名西部第十 全场比赛 汤普森疯狂砍下29分5篮板4主攻 普尔得到24分6主攻 卢尼也有11分9篮板进账 格林得到9分10篮板5主攻 迪文勤左0分9篮板7主攻 库明加14分 球队赢下关键比赛 赛后又收到一个好消息 今天早些时候 联盟消息人士后路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评估和交涉之后 勇士管理曾正式作出绝对 将会与汤普森提前完成训约 至今 分开业绩签下的是一份总价值3.6千万元的训约锁 截止到目前 仍有一些细节需要敲闭 随着勇士方面将所生不多的薪资空间给了汤普森 这也就意味着 对内另一位大将格林已经正式被球队放弃 多个消息员告知 勇士在汤普森和格林的二选一中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格林与普尔关系仍然无法调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汤普森上一份合同是在2019年夏天 与勇士签订的一份总价值5年1.9月的总价 本赛季续继续4千060万元 上赛季是4千221万万元 但因我询言选项 武森显认 逐云无所谓 关键是克莱的原类 同时勇士也说客调消息 北京时间12月28日 勇士与勇士显示狂风 这场比赛双方打的 第一节勇士打出了两位数优势 四节勇士还在不断滚雪球 可是第三节风云突变 莫杰双方一时间难分上下 紧要关头 库明加和普尔挺身而出 奠定了这场比赛的结局 回顾球员数据情况 克莱29分加500加4柱 普尔24分加200加6柱 库明加14分加600加2柱 卢尼11分加900 追梦9分加10板加5柱 怀斯曼8分加200 一文成果0分加900加7柱 勇士能够获胜 很多球员都公布可能 第一克莱 第一杰克莱就打出了 自己的球员势力 后来不断地投射三分 但是并没有带领球队 赶持优势 首节过半数 克莱继续三分投射 高难度抛投同样打进 这样的克莱 才是球迷心中的佛祖 只是第一节就打进了14分 第二节还在滚雪球 克莱重返赛场 继续在进攻蹲法力 仿佛他只要出手 就可以转化为得分 一赛过程中 镜头不止一次地放到了替补锡 一旦克莱进球 库里脸上都会露出笑容 到了第三节 克莱得分效率开始下降 但是每一次得分 对于是都会分界 四里缺阵的时间 克莱必须要达成这样的 第二节 单场投射23分中 得分效率升级正级 上班场没有局务 不过到了第三节 克莱开始发力三分球手 更是报告 这段时间普尔的爆发 才是黄蜂反扑 无共而反的原因 莫杰同样是普尔发力 海沃德三分刚打进 普尔连忙反击2加1 最后关头 普尔卫禀库明加上篮 这是这次的进攻 给比赛画上的句号 第三库明加 还是最后关头 库明加战俘Pico 力棍单打 对普尔助攻之后 再次上篮得手 直接成为勇士的骑兵 但是这场比赛的结果 是建立在所有同源 共同的力量 谁人也展现了任性 就算是黄蜂 总统统统统统统 林志成员还是稳达稳达稳达 再后克莱 提及勇士现在的连胜情况 克莱回应 他感觉这是一个契机 球队要开始连胜了 这样的表现是前显易懂的 克莱感觉二连胜仅仅是起点 接下来勇士会保持连胜 提及库明加的发挥时 克莱回应 我为他的表现感到骄傲 如果失去了他 球队是无法获胜的 显而易见 克莱感觉 球队能够获胜 顾明加功不可谋 提到三分命中率大 克莱回应 真正可见的 让自己找到的状态 赛季出时两线太短 一旦感觉 就可以改变你的手感 实施自己信心被分 没想到自己是后悔的 找到了变峰期的战略 哥尔赛后也对顾明加赞不住 哥尔赛 顾明加为防守 提供了好大的作品 也是这种原因 他让库明加在信公正打出 防守努力总是可以云来回报的 总而言之 我感觉他很不错 可以被科尔和克莱一起称赞 就足以证明 库明加的表现很精彩 提及被靠背 征战爵士时 哥尔回应 下一场克莱 带队的机会很小 但也不是一定会轮胸 哥尔都这么说了 就意味着克莱 肯定不会打背 靠背的比赛 提及维金斯的时刻 哥尔回应 球队本来想着是让维金斯 维金斯在下一场比赛中带队 不过维金斯宣布 因此下一场还是龙兽 从科尔的前面中可以猜出 维金斯马上就要回归 可能会选择12月31日重返赛场 中战派克莱的时刻 就可以看到维金斯的身影 这才是勇士最大的好消息 如果球队回归的时间还没有确定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一旦维金斯复出 勇士攻防两端的统治力会大大提升 现在勇士队的战绩也排到了西部前世 可第九的差距也不过是1.5个胜场 如果打算提高战绩 肯定是要走连胜的 勇士赢两连胜 各来爆发轰29分 库明加立功 普尔带队渐入佳境 北京时间12月28日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勇士坐镇主场迎战黄松 勇士此前战绩为16胜18股 黄松则是终不掉车的 战绩仅为92股 自从维金斯一面收机拉伤到下 勇士最近实场比赛三胜七股 加上库里的受伤 勇士直接陷入败胜之中 三一场正在拉肩不正推出 普尔通下32分 加上克莱下半场状态复苏 残证勇士奇迹般击溃强大的灰熊 用一场胜利提升士气 今天赛前 戈尔确认梅金斯继续缺阵 此外明天合决式的被靠背 原计划让梅金斯付出 但随后也被勇士教练组推迟 此外截迈克尔格林因 触发健康安全协议无法出战 库里继续因奸商缺席 戈尔摆出一套 普尔加克莱加罗尼加 格林加底文森德的走华阵队 而替补习更是无人口 其剩下别多门 兰门 不明加和目的 被迫激活怀斯曼 黄蜂这边 他们首发阵容 为鲍尔加罗奇尔加 海沃德加 华盛顿加普拉姆利 阵容纸面实力不弱 但本赛季由于此前 鲍尔长时间养伤休战 已经调到百烂去 此外有传闻声称 罗奇尔和海沃德 或许被黄蜂甩卖 这也和胡人扯上了关系 本场比赛一步三折 勇士一度拉开18分分差 但是第四节 黄蜂一波流很快 中心10分 危急时刻 随文总阵勇士 他觉得黄蜂要线手感不错 鲍尔和罗奇尔 连续标准分球 格莱也很快 用三季三分球给出回应 中断黄蜂陷入得分荒 勇士趁机发力 普尔反击追身抛投 随后顶着鲍尔完成2加1 普尔打得非常有侵略性 兰姆和克莱在后半段下起三分语 勇士将分差拉开到两位数 环斯漫上场后 勇士很快被打停 但在第一节节目 杰罗姆和兰姆连续命中 加上克莱的飘移跳投 勇士高铁半时期别二十六点先黄蜂 后来独产十四分球 第二阶段 出名加普尔对手 普尔的空切爆扣打成狂蜂 随后普尔被深运球 晃晕了海沃德 上篮再重 黄蜂进攻回合 鲍尔抬轴直接将库明加撞翻 迟到一级右翻 库明加两罚中一 目的补篮也中完成1加2 此后顾明加强攻上篮打成2加1 勇士已经领先16分 罗奇尔和鲍尔在后半段止血 勇迪克莱多点开花 勇士一直保持15分左右领先优势 半场结束勇 是65比52点先黄蜂 克莱独产20分 古尔12分入场 第三阶球段 如一报告加普尔上篮打成 勇士拉抬全场最大的18分 不过此后勇士进行双双流行 黄蜂在楼梯尔和华顺队上 一波流追到只差11分打成勇士 此时勇士站出来的是鬼 先完成空击2加1 随后上篮再重 此后双方维持在10分左右陷入拉锯战 三节打完 勇士89比78领先黄蜂 第四节决战 普尔牙少命中三分球 没想到黄蜂开始发力 丹尼尔斯三分球 鲍尔两罚前中 怀斯曼又被针对答案打 送了5分 黄蜂一波12到5的高潮后 分差追到只差4分 中段 华盛顿给普尔的全球直接跳舞 克莱跳球 鲍尔的三分球决定一分 决胜时刻 普尔完成2加1后 海沃德追进三分球 古宁家出购报告 随后等着海沃德抬头打击 大听黄蜂 最后21秒 古宁家接到普尔全球报告攻击比赛 最终勇士主场110比105击败黄蜂 勇士迎来两连胜 宋活塞七连败 勇士今天全队打得都很好 普尔和迪文森佐的串联 克莱从开场出段就早早爆发接管比赛 包括最后时刻库明家的爆发 这场赢球来之不易 数据 黄蜂这边 鲍尔21分10篮板4主攻 罗奇尔19分3篮板4主攻 华盛顿14分5篮板 海沃德14分5篮板 单约12分7篮板30分 勇士这边 负了29分5篮板4分 负了24分6篮板 命名家14分6篮板 强力是1分9篮板 军门够09分10篮板 一文送所0分9篮板7篮板 怀斯曼8分2篮板 涛懒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 丁夜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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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